玉溪地区峰会青年农民联谊会 今天与三民国小以及幼儿园的孩子们 来到了三民地区的稻田区进行体验割稻 家长们也一同来到稻田区 小朋友们表示很兴奋 也从活动当中了解到了农夫的辛苦 一握二抓三个四方向 四死多名的花年县三民国小学童 在玉溪地区青年农民联谊会青农的热心协助之下 体验收割稻民 学童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收割大约0.2分地 笑称种田果然很累 更学会珍惜米食 因为旱滴河下土丽丽皆辛苦 青农表示因为现在的孩子比较没有机会看到传统的割稻农士 借由跟三民国小结合食农教育 让孩子们更了解农夫们的辛劳以及农士 体验到 然后也让他体验到说 那种务农的那种动作啊 辛苦啊 在太阳晒下面晒那种 在地的青农 然后将农会的资源跟我们学校做一个媒合 带着我们的孩子可以实际到稻田 让我们的孩子脚就真的是踏踏实实的 脚踩在农田里面 感受那个土地的硬啊软啊 然后还不小心会陷下去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有去上歌道 对 然后会发现看起来好像那个比较长辈的歌道 很轻松一刀过去就过去了 可是我们的孩子在那边拉了 半天 这些都是在课本里面 在教室里面学不到的东西 台湾农业人力老化 为了吸引年轻人返乡投入农业 促进农业结构年轻化 并且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玉西地区农会成立了 玉西地区分会青年农民联谊会 建立学习以及交流的伙伴关系 不定期邀请农业专家讲解农业新知 希望透过活动合作交流 以及参访的不同课程 同时运用科技或是创新的新知 整合产业链以及产业价值 建立具有在地特色的农产品牌 记者高松双预政采访报道